社群网站龙头Facebook宣布打造数位金流 只要有智慧手机不用账户就能支付 但现在却被美国国会打枪 演出用户多达27亿占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用区块链发展虚拟货币就像是全球网路的中央银行 但缺乏监督加上未知隐忧恐怕严重冲击全球金融稳定 Facebook Libra's virtual currency will have little standing or dependability If Facebook and other companies want to become a bank They must seek a new banking charter and become subject to all banking regulations 或者川普开炮呛吓 众议院民主党议员也提出阻止大型科技公司 发行虚拟货币的讨论草案 为着每天开罚100万美金 消息一出也连带打击到比特币 三天累计下跌超过10% 台湾时间15号更一度失手1万美元关卡 川普点名加密货币 可能促进毒品等非法交易行为 也让虚拟币的未来面临加强管制的紧箍咒 三星新闻黄琼卫报道